心灵回收站 爱的港湾 我还是问道 妈 你来家里吃饭吗 婆婆被我吓了一跳 伸手不住地在大腿上搓 她故作冷静地继续向楼梯 趾高气扬地说 再给我点钱 你爸又犯病了 我脚步一顿 原本的笑容也收了回去 病了 我看你们是又赌了吧 妈 我劝过你多少次了 你们要生活费我可以给 但赌博这东西沾染上了 就只有家破人亡这一个下场 特别是我们这种不富裕的家庭 行了 行了 婆婆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 她脚步匆匆从我身边走过 阴阳怪确地说 不给就不给 哪有那么多借口 娶了你 真是我们家倒雪梅了 我气得不轻 但也知道婆婆就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一句好话没有 于是翻了个白眼 依旧朝家里走去 生气归生气 婆婆这次要钱竟然没有过多纠缠 竟然这么快走了 当真是让人稀奇 要是隔以前 她绝对能撒泼打滚一两个钟头 闹得我不得不妥协才行 开门的时候 我忽然发现门没有锁 一推就开了 担心家里遭了贼 我赶紧走进屋子 等进了我的卧室 发现东西乱七八糟 一看就是被人翻了个遍 我赶紧看少了啥东西 结果整个屋子里 只有我放在床头柜抽屉的银行卡丢了 里面有我爸妈给我陪加的二十万 我瞬间慌了神 联想到婆婆的诡异行为更是奇怪得很 心里暗暗的有了一个推测 果然 当我找到保卫室调出监控的时候 视频显示 婆婆早早地摸进我家 待了好久才出来 出来的时候 手里就拿着我的银行卡 我被气得心肝疼 家里的钥匙只有我跟丈夫陈明有 所以婆婆的钥匙肯定是她给的 而且我的银行卡密码 陈明都知道 我赶紧窗出小区 朝婆婆住的地方赶过去 去晚了 这钱就不知道到谁手里了 几年前 当我被陈明骗的未婚先孕 不得不嫁给他的时候 我还不是很清楚陈明的家庭情况 当时我只知道陈明拿不出彩礼来 所以我挺着大肚子跪在父母面前 哭着求他们不要那位陈明 我爸妈心疼我 他们虽然很不情愿 但还是什么都没要 甚至倒贴了一套房子 还给了我二十万的陪价 婆婆劝我 我现在肚子大 拍婚纱照不好看 等孩子生了 身材恢复好 然后再举行婚礼 我傻得可以 迷迷糊糊的就跟陈明领了证 连婚礼都没有举行 可结婚之后我才发现 陈明的家庭有多奇葩 陈明并不是家里穷 而是因为公公婆婆 晚年都喜欢赌博 大半辈子的积蓄全扔进了赌场里 知道了这个情况后 眼看着追债的人都跟到了家里 我只能一边劝公公婆婆收手 一边努力帮他们还赌债 但我劝说的效果简直微乎其微 婆婆前些天赌博又输了好多钱 这一次我为了给他一个教训 刻意先不给他钱 想让他彻底改掉这个毛病 结果婆婆竟然向陈明要了钥匙 跑到我家偷了我的银行卡 我打电话给陈明 让他赶紧跟我一起到婆婆那儿要钱去 等到了婆婆家 我发现客厅里乌泱泱地坐了一群人 我原本焦急的心情立马收了些 心里感觉更纳闷了 陈明抓着我的袖子 把我扯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 我心里着急 但还是没有说话 婆婆对面沙发上坐着一大家子 其中的老太太撇了我一眼 也没搭理 滴气十足地继续跟婆婆谈判说 大妹子 我看这俩孩子也是真心相爱 所以只要你们二十万的彩礼 你要当真拿不出 那咱两家的事就要再看看了 亲家母别呀 婆婆慌了神 不再有跟人讨价还价的想法 赶紧从怀里掏出一张银行卡 谄媚地说 你们放心 我家怎么可能不准备彩礼呢 这银行卡你先收着 里面有二十万 就当我给两个孩子的一点心意 对面的老太太表情 立马缓和了许多 但我的脸却黑了 前两天我听说没人 给陈铭的大哥说了个轻事 我还想着 陈海都三十五岁了 终于有了归宿 但我也怎么没想到 婆婆竟然不要脸的偷我的嫁妆钱 给人家当彩礼 这叫什么事啊 我嫁进来的时候 可是什么都没有 还要倒贴一套房子 现在连陈海结婚 都要我倒贴吗 我刚想站起来说那是我的钱 婆婆却使了个眼色 让陈铭一把把我拉了出去 出去后 我甩开她的手 质问道 凭什么拉我出来 你妈偷了我的钱 我还不能要回来了 陈铭脸一黑 佩佩两声 说 什么偷不偷的都不好听 都是自家人 那叫哪知道吗 我更气愤了 这些年 你们家拿我的钱还少吗 都是你们陈家的媳妇 凭什么我就要受着委屈 成全别人 眼看我气得又要冲进去 陈铭赶紧抱住我 红道 你别冲动 这大嫂嫁进来以后 咱妈一定会想办法 把钱要回来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就不敢分什么 你的钱我的钱 要是你真生气的话 我就跟咱妈说 以后不能再赌 赌也不能找 我们要钱 她的前半段话 还让我气氛不堪 但后半段 却让我冷静下来 我语气一软 带着些不情愿说 那咱们说好了 要把钱要回来 他们也不能再赌了 好 陈铭见劝说成功 把鸡朝我脸上亲了一口 让我心里甜蜜得很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陈铭这种 霍西尼 外加妈宝的性子 到底会给我带来 多少个瘾的事 陈铭顺利地结了婚 可她的媳妇赵玲 是个狠性子 根本就不像我这样好说话 赵玲暗中给陈铭吹耳边风 再也不给公公婆婆一分钱 更别说我那二十万的嫁妆钱了 婆婆气得直哭 每天守在我家门口 向我哭诉她大儿子的不孝顺 顺便向我要点钱 我跟陈铭说 这赡养老人的事 得兄弟俩商量好了 不能全让咱担着 陈铭立马黑了脸说 那可是咱爸妈 你说什么外界话呢 咱哥不容易 我们就多担待点 不行吗 我说不过她 眼睁睁看着陈铭 把工资卡交给婆婆 甚至经常转走我卡里的钱 贴补陈海 本来这些我都能忍 直到有一天 我爸生病住院 我打算从银行卡里取点钱 去给他交医药费 这时我才发现 陈铭不知道啥时候 把我的钱都转走了 我找陈铭要钱 他却说 咱妈前两天 被追债的人堵到了家里 说不给钱就砍了他们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再说了 你既然嫁进了我们陈家 就该啥事都为我们考虑 娘家都是外人 少联系比较好 听了这话 我被气得牙痒痒 平时让我找娘家 要钱的时候就是一家人 现在却变成了外人 陈铭的如意算盘 可打的是真相 最后 我鼓鼓贴上了 我爸的医药费 他意有所指地对我说 小静啊 你爸妈养你不容易 虽然到了别人家 但自己的父母 还是要照你一下的 我羞愧得满脸通红 赶紧说好 这之后 我彻底不再给公公婆婆 一分钱 陈铭经过了之前的事 也不好意思 继续让我再拿钱 于是 我也过了一阵子 自在的日子 周六下午 就在我给家里 添了新电器的第二天 我牵着女儿 瑞瑞的手 出去玩 最近工作繁忙 我难得超出点时间 带着闺女儿去买衣服 还找超市柜台的人 帮她编了头发 瑞瑞穿着公主裙 蹦蹦跳跳像个天使 她笑得灿烂 开心地跟我讲学校的趣事 我硬喝着她 时刻关注着过往的车辆 忽然发现 往日清静的小区 人群熙熙攘攘 一堆人围着些什么 扯着嗓子吆喝 我刚想牵着瑞瑞离开 却发现人群中 隐隐有白色的一角 像是我昨天 新买的冰箱上的贴纸 我心中忽然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凑上前一看 只见我的新冰箱 被砸得粉碎 婆婆正插着腰 站在旁边 指挥着陈海 砸另外一台彩电 匡匡的砸东西声音 跟婆婆的吆喝声 交杂在一起 听得我头皮发麻 她仰着脑袋 大声朝群众们解释道 我告诉你们 我儿媳妇李静 平时振话惹草 丝毫不检点 还恶毒狠心 不让我小儿子 给我和他病重的 老父亲一分钱 乡亲们呀 我家老头子 在病床上快断气了 他昨天 竟然还去买冰箱 李静这是想要 我们老两口的命呀 听着身边的邻居 窃窃私语 我整个人气得直发抖 正在这一时 婆婆眼尖发现了我 她拄着拐杖 哆哆嗦嗦 朝我走过来 拐杖戳在我的鼻尖上 说 李静你这个贱人 火害了我儿子还不够 还想害了我们全家 你会遭天谴的 遭天谴呀 我朝后退了一步 刚想忍住脾气 拉着蕊蕊离开 谁知 婆婆的拐杖一转 一棍子敲在蕊蕊头上 吼道 这小贱蹄子 打扮得跟她妈一样 都是不要脸的贱货 拐杖狠狠地落在 蕊蕊身上 其中几下 敲在蕊蕊的眼睛旁 瞬间鲜血直流 蕊蕊满脸是血 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 我赶紧一把护住她 把狠命敲着拐杖的 婆婆推在一边 婆婆跌倒在地 拍着大腿痛哭 这时 我的丈夫沉明慌忙 跑了过来 我的眼睛通红 坚立着嗓子对她说 快送蕊蕊去医院 沉明直接避开我 把地上的婆婆扶起来 转头朝我怒吼 你怎么回事啊 再生气也不能推咱妈呀 我不敢置信地 瞪大了眼睛 婚后的无数委屈 在脑子里掠过 蕊蕊满脸的血还在眼前 我不禁自问 这么多年的忍耐和包容 这么多年的委屈和心酸 它真的值得吗 一个想法 像喷粮水一样 把我仅剩的一点希望浇灭 平复了心情 我把蕊蕊抱在怀里 转身离开 走之前 说了最后一句话 陈铭 我们离婚 我真的受够了 当我把离婚协议书 放在陈铭面前的时候 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陈铭皱着眉 很不理解地问 我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 干嘛要离婚 我气笑了 想到陈铭就不会愿意和我离婚 但没想到 她竟然学会装傻 现在蕊蕊就在医院里躺着 她还好意思问我 为什么离婚 我知道 陈铭不是舍不得我 而是舍不得我们的那些钱 毕竟家里的房子 是我爸妈买的 写的也是他们的名字 而陈铭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 而我开了一家 盈利不错的店铺 平时家里的大钱都是我出的 看着陈铭厚颜无耻的样子 我冷笑一声 毫不留情地收拾东西搬出去住 婆婆得知我要跟陈铭离婚 每天拄着拐杖 到我商店门口闹事 刚开始我不理不睬 到后来才发现 店里的钱少了不少 于是我调出监控 发现短短的一个月 婆婆偷偷在我的店里 拿了五万块钱 这次我倒是不生气了 我再次拿着离婚协议书 啪啪一声 把婆婆偷钱的证据一起放在陈铭面前 说 要么离婚 要么你妈进监狱 你自己琢磨吧 陈铭挠了挠头 扣着脸皮说 这都是一家人 说什么头 我气笑了 不用想就知道 他还想说什么不要脸的话 于是抬高音调 说 陈铭 你别再跟我来这一逃 我铁定心思跟你离婚 要是你再跟我打太极 你妈就别想好过 陈铭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他恶狠狠地瞪着我 嘴中骂骂咧咧地签了字 我们的财产分配也很简单 孩子是我的 房子是我的 我的钱也是我的 毕竟我也不稀罕他那一点钱 离婚之后 婆婆又到我的店里闹了好几次 强行被陈铭拉走 他再也没有来这里闹过 不久后 听说我们小区 发生了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杀人案件 一群男人冲进一对老人家里 砍死了三男一女 而那个小区的方向就是陈铭的家 我不愿意再去了解死的人到底是谁 因为决定离婚的那一天 我早就预料到了他们不会有好下场 只是我没想到结果会那么惨烈 那个时候 公公婆婆的毒瘾越发大了 连陈海都染上了这个 让人家破人亡的东西 婆婆之所以来我家里砸东西 是因为她被逼得不行了 被什么人逼的呢 一想就知道 是高利贷 随着他们欠债的金额越来越大 只能找高利贷借钱 但他们也还不起 于是不断有人来催债 高利贷找来催债的可都是狠人 说不定哪天就闹出事来了 陈家就是个无底洞 不仅吞钱还吞人命 想通了这个道理 我斩钉截铁的决定要和陈铭离婚 一天都不能耽搁 听到陈铭家里发生命案的时候 我沉默了很久 毕竟做了好几年夫妻 说不难受是假的 但是要不离开 死的可能就是我跟瑞瑞 瑞瑞刚放弃回家 她的眼角还有被婆婆打出的伤痕 现在却笑得灿烂 让人心疼 瑞瑞兴高采烈地抱着我的胳膊 撒娇道 妈妈 我们明天可以去游乐园玩吗 我宠溺地戳了戳她的鼻尖说 可以 但你要好好完成作业 耶 瑞瑞兴奋地蹦蹦跳跳 像一束阳光一样灿烂耀眼 我笑着笑着 眼泪都流了出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